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是唐晓芙 之前你见过的那个表嫂 出了事之后就一直在医院 昨天晚上 医生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 那现在呢 人怎么样 现在的情况也不乐观 他是因为订婚宴留下来的 却出了意外 到现在也没有脱离危险 今天娘家的人也都来了 闹得是不可开交 刚刚警察来 也是因为唐家的人报了案 说有人要害他 所以 所以母亲 权衡了半天 想要取消订婚宴 对不起 二十一 我好像一直在说 抱歉啊 对不起啊 搞得自己跟个骗子一样 好 除了这种事 确实没法再办稀释了 我爸妈那边 其实都好说 主要是为了我们订婚 爷爷奶奶被接来正江了 还有叔叔婶婶 我怕他们不高兴 明天我回家一趟 解释清楚 被取消订婚 应该是我不高兴 你应该先想想 怎么哄我 而不是先道歉 哄你啊 你教我 周深老师 你还要我教啊 我觉得用吧 无论我尝试多少种方法 都不一定能百分之百 让你开心 但你提出来的 反而是最有效的 昨天晚上 我一晚被睡着 你真的一夜到天明啊 如果我说实话 你真的会开心啊 嗯 一夜未眠 直到天明 嗯 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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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爱情侣 你